原标题,美国每一次海外战争都支持反对派。 要从苏联阿富汗战争说起,要说美国在每一次战兵中都支持反对派,其实也是有点冤枉美国。 别的不说,二战时期,美国属于反法西斯阵营,它所支持的力量,虽然有不少是反对法西斯政权的势力,但说是支持反对派不太合适吧。 还有二战后,亚洲局部战兵中,譬如越南战争,美国支持的都是当时从一个国家当中分裂出的两个政权中的其中一方,说支持反对派还恰当,说支持反对派就有点别扭了。 实际上,美国真正开始支持反对派,得从苏联阿富汗战争算起。 在苏联推翻阿民政权,建立新的亲苏政权后,苏联在阿富汗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泥潭,对此美国支持阿富汗各反对势力武装,以游击战争对抗苏联,结果令苏联白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可以说,扶持阿富汗反对派拖跨苏联,可以视为美国日后关于支持反对派的起点。 由于支持反对派相比于亲自下场来说成本和风险低得多,又能切实对美国的敌对势力产生威胁,因此,这招可以说是屡是不爽。 而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经常支持反对派,也由彻底清楚隐患,为建立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秩序,彻底扫除障碍的意图。 从利比亚到也门再到叙利亚和乌克兰,美国支持过的反对派所反对的,都是跟美国不太友好的政权,由此,来看美国的意图还不够明显吗? 至于世界和平问题,如果你去美国对一个不是把左的人问出这个概念,或许他的回答会是,那是什么,可以知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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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